运用刑事司法手段,惩处分裂国家犯罪分子,维护国家核心利益,使世界各国通行作法。 台湾是中国一部分,国家绝不允许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、任何方式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。 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,分裂国家,煽动分裂国家犯罪,合情,合理,合法。 意见从标题到证文都清晰指明,刑事惩治措施只针对极少数涉毒言行恶劣。 谋独活动猜绝的顽固分子,以及他们实施的分裂国家,煽动分裂国家犯罪,不涉及管大台湾同胞。 台独是导致台独是导致台湾兵胸占危,民众利益受损的最大货源。 只有依法严惩台独分裂犯罪。 台湾同胞才能安享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红利,才能过上和平安宁的好日子。 我们始终尊重、关爱、造福台湾同胞。 热诚、欢迎和支持。 广大台湾同胞参与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, 共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。 希望广大台湾同胞,坚守民族大义,顺应历史大势。 充分认清台独分裂的极端危害性、破坏性, 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。 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。 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自身安全扶持。 以大陆同胞学手共创,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,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。